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应该说是得益于黄浦江两岸45公里的冰江岸线的贯通 把上海五大中心区域从阳浦 洪口 黄浦 徐慧 还有浦东这五大区域的黄金冰水空间 弄成一个可以供所有的市民游客共同去免费享受的美景 李亥你的意思是说沿着黄浦江我可以一直从最北走到最南吗 没错 不论是在浦西还是浦东 不论是通过散步还是骑行的方式 你都可以领略到两岸特殊的这些美景 但是走在这条江边感觉上你好像融入了 那么自己也成为江边风景的一环 所以呢今天我跟秀芳姐就带领两岸的观众朋友们 一起去领略一下上海的黄金冰水空间 黄浦江 上海的母亲河 深姿阿诺闪耀的流经上海五大精华区 最北边的浦西拥有百年工业遗存博览带的洋浦区 向下连结的是曾经客运码头林立的北外滩 现在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的红口区 接着是黄浦区 这里有明文中外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 转型水上旅游中心的十六部码头 以及重新亮相的浦西士博段 至于最南端 则是正蜕变成文化长廊的徐汇区 跨过黄浦江 在对岸 还有高楼林立的浦东金融中心 浦东新区滨江段串起了小鹿家嘴和士博文化公园 走在黄浦江这连接四十五公里的滨江岸线 想看美丽炫目的上海天际线市井 拥挤的南京路步行街的外滩将不再是唯一选择 你只要来到黄浦江边 整条冰江步道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上海 今天我们节目带您一览摩都中拥有冰江美景的五大区 一起走走看看上海的崭新面貌 李汉 你看我们这个背后的上海中心 还有这个环球金融中心大厦 在这个阳光底下呢 闪闪发亮 跟这里形成了强烈对比 那么这里是这个黄浦江外滩的东大门 杨浦冰江呢 目前贯穿了有2.8公里 那么它的景色特别漂亮 跟上一段呢 又不太一样 特别是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一片芦苇 好有味道 好多人来这里拍照 但我不太理解 我们看到这些到处都有这个暗红色的金属闸篮 还有这个路灯长得挺特别的 这个是水管吗 对 秀芳在你观察的非常的细致 的的确确它就是水管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阳浦 它曾经是上海的工业重镇 所以它周边的码头还有一些工厂林立 但是现在经过这个冰江的改造之后 我们发现曾经的这些工业建筑 焊发出一些新的活力 在这个阳浦路段的老工业码头 我们遥望着这个对面的这个浦东金融中心 感觉上好像有这个跨越黄浦江的穿越历史感 白茫茫的芦苇花成片翻飞 大片的芦苇在江边摇曳生姿 不远处 深红铁袖色的扶手 栅栏 水管造型路灯 这些工业风格的元素 在阳浦滨江随处可见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三百多家纺织 造船 造纸等各种工业企业 在此聚集 把纺织 自来水 电力 煤气等现代生活必需元素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千家万户 阳浦滨江地带曾经是近代上海工业的摇篮 现今这里则成了当红的拍照景点 专程来访的游客们摆出最美的姿势 坐在铁袖色的矮装上留下纪念 这些铁装原本是码头上的细缆装 现在搜集了十多个 把它们放在江边摆成船头的形状 具有船只出港的寓意 这个带缆装还有个动力箱 包括这个厂房都在 都在了以后 这次来的确实很感慨 我们过去的记忆 过去的青春 现在都通过这个还保留着 就把那个船厂的历史 用镜刻在钢板上 人家就可以到这里来了解 上海造船工业的一个地步发展 旁边还有这个装置艺术也相当吸睛 上面的雕塑图案 刻画出工人搬着渔货下船的景象 这个是历史上最大的渔货市场 等于说是那么多的渔船 靠岸之后有这些码头工人 到船上把这些鱼搬运上码头的 这样一种历史的场景的在线 另外还有为了高低两个码头 而建的无障碍波道 而纺织机造型的沙场廊架 更是让人仿佛穿越到 纺织机嘎嘎声 交杂错落的大工业时代 从天空俯瞰 一格格的蓄水池 这里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杨树浦水厂 外形像英式古堡 锯齿状的屋顶像是城堡一样 相当梦幻 建于1883年的杨树浦水厂 曾是中国第一座的现代化水厂 虽然已经高龄134岁 但至今还承担着上海市全市四分之一的供水任务 由于它是历史保护建筑 冰江岸线是不能从水厂内部穿越的 为了确保民众可以零距离清静武清河 最终设计团队用一座535米长的钢木结构清水栈桥 串联起了岸线的两头 如果运气好走在栈桥上 还会看到意外的惊喜 随着这个岩树管压力的增大 这个线压口每隔一段的离地的时间会有水清洁出来 人走在这个位置也会感受到水珠 开始喷溅到自己的身上 是一个很好的互动 栈道上还有个特别的湘亭框井 在这条钢结构翻折形成的湘形凉亭前面拍照 如同一个有景深的相框 来这里取个景 可以把冰江美景都收进相片里 在这里每个角落都有巧思 不断唤醒人们对码头文化工业时代的记忆 在杨浦冰江的24处66栋历史建筑 都将被保留并活化新生 这间藏身在办公楼旁的咖啡厅 是栋有百年历史的英式乡村封别墅 它建于1915年 当时是经营一和沙场的英国老板一家人住宿的地方 一走进里面 就看到地上的百年瓷砖完整地被保留了下来 再往里面看看 留声机 打字机 电风扇 吊灯 木质地板和皮质老沙发 流泄出满满的英伦风 这家店的老板是古董收藏爱好者 除了让建筑的每个角落都修旧如旧 更以精心地收藏让这处处是时间的轨迹 让每个来到这里的游人心尽得到舒缓 而咖啡厅装潢的工业风也正好和外面整个杨浦滨江的历史感相互互移 咖啡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 一杯杯可爱的拿铁端了出来 龙猫 猫咪 天鹅 各式拉花 店长说每一杯都是看心情创作 图案各个不同 在这个古宅修复而成的小店里 卖的不只是咖啡 更是许多人的回忆 刚开始我们装修的时候碰到过一个75岁的一个老先生 他的父亲是以前变成国内毛条厂之后的厂长 在这里 他从小在这边出生 对 所以当时我毛飞的时候 因为不能让他进来参观 里面都在装修 对 他跟我们讲解的时候清清楚楚 有几个房间 以前做什么的 哪里有楼梯 哪里有储物式的门 楼上楼下他很清楚 来的不管是新客人 老客人 进店的话就像去自己朋友的家里店一样 陪他们聊天 让他们就是以最放松的一个心情在这里 走到别墅后面 这片看似小花园的空间 在中央这座小池塘上的铁桥上的地面 和中央的红褐色的金属和榨板 将纺织厂百年来的历史变迁 第一集 身处在大片绿化环境包围的咖啡厅 听着鸟叫声 不时还有马头的鸣笛声 在这里 可以听听故事 娇娇朋友 喝杯咖啡 还可以体验到城市历史的跨越感 过去曾经生活在这一代的老居民 骨片都有一种感受 觉得自己虽然就住在江边 但却从来看不到江 这是因为以前江边都是工厂 无法靠近 因此当冰江清水货道贯通时 市民们非常开心 我国家的洋埔铺刚才想到 他请四个满 最请四个满 我觉得 我国家的洋埔铺 你制作代表你制作文明 你看来一说就跟来 把洋埔的百年工业文明 传承好 重塑好 最大限度的释放 公共空间 是我们的洋埔冰江成为一处老百姓能够走得进来 坐得下来 谈得起来的公共开放的体验场所 切是让老百姓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作为黄埔江的东大门 洋埔冰江坐永15.5公里冰水暗线 现今把一颗颗散落的工业遗珠串起来 成为新旧交织的百年工业博览带 这里不但成为市民们最新的休闲空间 也增加了这座城市的人文厚度 1843年上海正式的开步 因为它凭借着水路相连的交通优势 所以海内外的大量的移民跟侨民都汇聚到了洪口 洪口也成为了上海最早创办工商业的地方 和上海航运的发想地 是洪口是上海的航运中心 也是金融中心 也就是说它具有双重承载的功能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 让最海派的冰江打造冰江的慢行生活区 所以很特别 通常高楼大厦让人感到紧张 但是这里的高楼大厦中间的绿印 导致让人有舒缓的功能 刚一路过来 我们看到好多民众带着孩子在这里运动 在这里散步 我很喜欢 因为附近有很多的空间设计的很好 比方说还有篮球场 有些户外的剧场等等 到这里来运动 还可以看一些表演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洪口的北外滩 它本来是一个客运中心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它有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步调 同时它这个景色宜人 让人感到非常的放松 对 我们其实桥下面还有一条 大概长远1200公尺的一个最美健身步道 我们可以去走一走看 现在的洪口冰江区有三种不同的步道 分别为漫步、跑步、骑行而设计 有效规划出不同的活动路线 让想健身、想活动筋骨的民众 可以在这片绿地自在地穿梭 在上海洪口冰江国客中心段 有从荷兰引进的智能体育设施 训练玩家对足球的速度、准确度和反应力的把控 吸引了不少小朋友一世伸手 这场只需要100米 而且人员的话可以进行大人训练 也可以进行多人互动 主要是用于服务全民运动健身 根据语音提示步骤操作简单 在柱子组成的迷阵里 跑跳运动结合进行趣味游戏 有两人模式也有团队模式 小孩、大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乐趣 也达到运动的效果 引入我们的文化休闲设施 包括我们一些向大众开放的体育设施 那么在这里就可以锻炼休闲 可以领略一下洪口的海派的文化 我们希望把我们洪口的冰江北外滩 打造成我们洪口的一个新的形象的名片 洪口北外滩有个极优越的位置 就是黄浦江的两岸美景可以尽收眼帘 看得到浦东的陆家嘴金融中心 也看得到浦溪的外滩老建筑一国风情 市政府为了还江渔民 实现冰江贯通暗线 积极联系各个相关方面配合 像是海鸥饭店的景观餐厅 费了一番功夫说服饭店业者 让出这片风水宝地 我们常到这海鸥饭店来吃下午茶 那大概是九几年的时候了吧 我们对它很有感情的 早就攀着 哪一天如果全部打通之后 我们总是要下第一个决心 从这一头一直贯通走到那头 走不动了 谢谢以后下次再接下去走 走在冰江步道 除了可以看看美景 还可以学学历史 在文化长廊的玻璃墙上 只要扫扫二维码 就可以看到详尽的虹口码头介绍 包括了历史演变 西学东建 名人踪跡 这些故事都有中英文的介绍 海派文化说到底最典型的 或者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码头文化 当时虹口岗 虹口就是以虹口岗命名的 所以在1843年上海开布以后 整个虹口港是上海最繁华 最重要的一个港口 中西文化交融 中外物流都是在这里汇聚的 从原本的码头林立 到如今的一步幻景 虹口兵将焕然一新 以游船码头文化内涵提升为核心概念 同时结合了生态与智慧的理念 让这里成为了市民们休闲游气的新选择 我们可以从北外滩走到外滩了 最终的世界窗口 有着丰富的百年异国建筑博览群 把繁华的上海滩年代的记忆与痕迹 留存下来 不论白天还是晚上 这段由多国建筑组合而成的冰江路段 永远是如此经典的美丽 说起这条黄埔岸线的蜕变时 接着还要说说转型为水上旅游中心的16部码头 来到上海 如果想要游江 在浦溪就是从这里登船 开启黄埔江游览之旅 在这里也有一些游艇的码头 主要是为市民提供水上观光水上旅游 那么另外16部码头这里还有上海的旅游集散中心 从这个地方有很多旅游线路到上海 包括周边的一些省市旅游观光 这里除了是上海旅游集散中心 现在还是时尚餐饮商城 由景观平台的电梯来到地下部分 是水岸商业中心 里面有许多海派艺术体验空间 时光弄堂 外滩星空艺术馆等 宛如穿越时空班 让游客体验1930年代 十六铺原址发生的故事 你可以目睹包租婆收租 小偷和寻补枪战等场景 这里摇身变成了综合文创主题乐园 好那现在我跟秀芳姐来到的就是黄埔冰江 随着冰江岸线的全线的贯通 黄埔冰江正在努力地打造 世界级的冰水公共开放空间的一个核心区 我们看到这里除了非常著名的万国建筑群 还有准备转型成为水上旅游中心的十六铺码头 以及全新亮相的士博的浦溪园区 黄埔冰江正在以一个崭新的姿态迎接着众人的到来 讲到士博段呢不得不提到在我们后方的这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那么这边原本处理的大大的烟囱 现在变成一个长长的温度计 造型很特别走过去的人呢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 老一辈人或许会回忆起南浦大桥下 有着一管大烟囱的南市发电厂 然而它在2010年转变成为上海士博会的城市未来馆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电它是非常有有象征意义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士博会的时候 这个电厂的大烟囱就被改造成了一个温度计 它是也是能够象征着城市机体的一个温度吧 文化的升温的温度 所以我们保留了这个温度计 2012年蜕变成当代艺术博物馆 成为第九届上海双年展的主场地 而后多届的双年展都在此举办 百年发电站被注入了艺术新能量 应该说是最亲民的一个馆吧 我们每年的参观流量啊 还有周末都观众非常多 我们的展览其实当代艺术展设计 还有建筑系列的展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所以周末观众都到这里来充电学习的热情很高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活动做得非常多 如今这座大烟囱美术馆 每年举办艺术公教活动超过300场 即展演和教育功能于一身 今天我们来到美术馆 就看到小朋友们趴在地上尽情作画 看着墙上的画作 每个小小画家在地上拿着蜡笔 专注地挥洒他们的想象 体会着色彩与线条的美妙 墙上小朋友们不断注视的是李珊的作品 他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驱 生物艺术的开拓者 从美术馆大门走进来 就被这60只在天花板飞翔的蜻蜓人的作品 给振折到目光很难移开 蜻蜓的上身和翅膀搭配人类的角 李珊以多样活体 影像 绘画 各种视觉表达 来呈现艺术家20多年来 在生物艺术领域的探索与思考 引领观众以不同的角度 重新认识各个物种 思考人与万物的关系 博物馆里面的商店 取了个有趣的名字 曾经是发电厂的美术馆 商店就用店铺命名 里面贩卖每个主题展延伸开发的产品 让民众可以把在这里 接受到的感动与回忆带回家 浦溪士博园 这里以原江南造船厂 三座船屋为中心 向两侧展开 八栋老房子被保留下来 都将转变成各类的博物馆 成了城市文化艺术的博览区 上海世博会后 这个区块开始封闭改造 历经了七年的宫期 才揭开神秘面纱 以丰富的想象和完整的规划 既保存了世博会许多美好的景观 也丰富了江南工业的遗存 如今黄浦滨江的老外滩 南外滩 世博园区连成一体 一路走来 不但可以悠闲漫步 还有经典建筑可以阅读 让上海的公共空间 兼具了人文温度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徐慧冰江 这里的空间更加的开阔 人们的心情似乎也更加的放松 有的人在跑步 有的人在滑板 有的人在遛狗 大人还有小孩都是其乐融融 那实际上呢 这里是一个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龙华机场 但是经过城市的变迁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混凝土色的飞机跑道 如今却变成了被跑友们公认的 最美的跑步圣地 不止如此 这里是全球呢 这个美术馆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但是过去很难想象 它是个老牌的工业区 现在成了上海的艺术新地标 那很多人在这里进行休息活动 当然呢白天你想想看 漫步在徐惠冰江造访各美术馆 看看展览 展览一下艺术气息 那么今天呢 特别邀请大家 跟着李翰还有我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当个一日文青 徐惠冰江 就像是一位优雅又有气质的女子 总戴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她极具知性的魅力 冰江边江风徐徐吹来 绿树清脆枝条随风摇曳 一座又一座的美术馆 就藏身于绿意盎然的龙藤大道旁 徐惠区从工业遗址区摇身一变 成了黄浦江西岸的文化长廊 它向世人递出的 是一张脱胎换骨的城市艺术新名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像我们龙美术馆创始人 王维馆长他的艺术理念 就是希望一座 因为一座美术馆爱上一座城 这是他的一个口号 根据近两年这边 观众的反响情况来看 主要是比较喜欢 针对于当代的 并且有互动性强的艺术展览 随着导览员的脚步 一起来造访龙美术馆 映入眼帘的是以清水混凝土为主体的墙面 线条流畅 淡雅简洁 营造出极简冷掉的工业感与原始感 超高的设计 让室内高度达到12.5公尺 而拱形的结构 则让美术馆在视觉上变得十分通透 感觉更加宽敞明亮 相当适合大型的当代艺术和装置艺术展示 采访的这天 龙美术馆正展出一位知名的英国当代艺术家 安东尼·格姆雷的特展 他的作品已在欧洲巡会展出 而首次来到亚洲 就选在巡会滨江 画面中的知名作品 由60个真人大小的铸铁雕塑组成 他们都是以艺术家本人的身体翻模铸造而成 这件艺术品有趣的地方在于 它的形态并不固定 每次会因展场的特性与形状 而以不同方式摆设这些人形雕塑 另一个特点是 因为材质的特性 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一向有互动性 可以让观赏民众亲近甚至触摸 如今在西岸冰江 有许多这样的文化场馆 让你感受到不同类别的艺术冲击 在徐惠冰江的另一个区段 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工业风貌 废弃的巨型油罐被就地保留 并赋予新的生命与角色 这个区域是仿造德国鲁尔区 转型成为油罐艺术公园 紧邻着艺术公园 则是由美国知名动画制作公司 与多个华人企业 共同合作打造的休闲娱乐园区 这里的前身是一个水泥工厂 经过设计改造后 这栋有着铁架穹顶的建筑 化身为上海梦中心剧场 而在它的左右 还规划有动漫 娱乐 戏剧 音乐厅 演艺中心等多个展演空间 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剧场群落 徐慧宾江区摇身一变成了崭新的艺术天堂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它的地面下还隐藏了一个绿色的秘密 再往前走 看到的是昔日的龙华机场 这条1.6公里长的混凝土飞机跑道 是70多年前徐慧宾江仅有的一条 如今在退去航空功能后 设计者将它改造成人形的战道 而且沿着当年的跑道 打造出了一条夏凹式绿地 在土壤下埋藏了一座雨水银行 让水资源可以被永续利用 走在战道上 成片的植被色彩错落 沿途树荫遮阳 为市民提供了一处散步休闲的好地方 在走向前 看到的是过去的上海运煤码头 这里曾经是工业老建筑林立之处 而现在则将改造为运动公园 游客膝来攘往 散步 六娃 把忙碌的生活抛在哪后 踩着慢活的步调 脸上绽放着轻松愉快的笑容 享受着幸福的天文之乐 不仅如此 这里是滨江沿岸 第一座为毛小孩打造的宠物乐园 让大人 小孩 猛宠 一同玩乐 热爱户外休闲运动的人更不能错过 攀岩墙上 有人挑战自我 球场中 有人奔驰着 挥洒青春的汗水 何许的暖阳中 绿油油的草皮上 有人享受着双人瑜伽的时光 有人与三五好友 一边吃着美味青食 一边画家常 悠闲自在地享受野餐乐趣 在西岸营地 是西岸大型户外文化活动的举办地 每年的西岸音乐节 西岸时尚节 西岸博览会等活动 都会吸引许多喜爱音乐美食的人们前来朝圣 让西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每当周末假日 这里成了黄浦江畔最有活力的地方 当天边落下最后一道彩霞 华丽璀璨的灯光初起 美丽的江景 宜人舒适的温度 正是夜跑足门的最爱 只见冰水跑道上 一身静装的跑友们纷纷现身 大家将这里誉为 魔都最美的跑步圣地 除了冰江跑道外 还有冰江步道 冰江轨道 冰江自行道 让人可以用四种不同的速度 体会黄浦江的美 上海 依水而建 因水而新 西岸贯通 北从日辉港南至徐浦大桥 坐有8.4公里的冰江岸线 逐渐卸下沉重的工业气息 取而代之的是 朝气蓬勃与热情奔放的艺术饗宴圣地 这里正在书写新时代的上海城市故事 那来到上海之后呢 除了到黄浦江的冰江岸线 去散散步 骑骑自行车 可以享受到重鸣鸟叫之外 也可以像我和西方姐这样 登上了黄浦江的邮轮 我们来一次浏览浦东跟浦西的美景 有一句话说 浦江两岸都是诗 其实就是在赞美浦东跟浦西两岸 决然不同的美景 欣赏一首诗呢 有不同的层次 那么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到上海 或者说你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呢 那确实像这样搭邮轮呢 它是一个最便捷 最方便的一个方式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还有这个黎翰 我们今天稍微有时间的余裕的话呢 你就会有充分的时间 我们来特别看一下 将两岸 那么它不同的天气线 高高低低 错落有致 在这里你就可以遥想 这个上海百年的历史 还有包括它现代的这个繁华 那么另一头我们看到 如果你对于上海的海派文化 特别向往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呢 特别去看看浦西的外滩沿岸 在这里有非常美丽的万国建筑 博览群 可以想象一下是老上海的风情 没错 那么我们现在在船上可以一步幻景 如在画中游 我们转换一个角度可以看一看 刚才修芳姐所提到的 我们上海的天际线 因为陆家嘴就是上海的金融重镇 所以在这里呢 上海中心 环球金融中心 以及我们所知道的 所熟悉的上海的标志性的 东方明珠电视塔 它们都代表了上海的高度 是 我们在浦西呢 其实主要看的是 第一个是历史 那么在这里看上海百年的工业历史 也好 看它的航运历史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看文化 特别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浦西呢 它有冰江文化长廊 这里是未来上海的文化主要聚集地 那么哎 讲得讲得好快 这个船一绕呢 哎 又来到了这个浦东 厉害 这上海变化太快了 每次来都不一样 没错 浦东已经变了 我们上海人都没有办法认识它了 浦东的冰江岸线在贯通之后 我们觉得它变得更加的亲切 变得更加的熟悉 现在这里还建立了浦东的会客厅 仿佛是回到自己家里一般亲切 哎 船要到了 我们去到浦东去看看吧 什么是认识这个风情万种的城市 最美的方式 位于繁华浦东路家嘴地区的 东方明珠游船码头 是许多世界各地的游客 看见上海的第一个起点 登上东方明珠号 浦西的风华绝代 浦东的风起云涌 尽收眼底 由浦西到浦东 两岸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上海风貌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是浦江之东最鲜明的特色 而滨江岸线45公里贯通计划中 浦东的岸线几乎占了全线的一半 城市的天气线与水岸 共同蜿蜒23公里 勾勒出一个蓝绿城网 错落有致的浦东新岸线 沿岸规划为漫步道 骑行道 跑步道 三线并行 不同标高的特殊设计 让这里成了双层水岸的美丽景致 骑行的地方或者散步的地方 适度绿化是要的 但是呢 我觉得也要兼顾观景的开场性 所以呢 我们的整个的跑步道 骑行道 跟我们的散步道 它是一个不同标高下的 散步道是最贴近奖面 骑车的相对标高高一点 跑步道中间层次 在这个世界级的冰水岸线 每一段都是不同的风景 除了可以在临间跑步 和骑自行车之外 还建有两个露天篮球场 和五个城市会客厅 成为上海市民最美的后花园 因为在这样一个区段呢 植被比较浓密 江景又很开阔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啊 就要为大家 打造一个城市的会客厅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会客厅 大家可以在这里呢 驻足 休息 观看江景 也可以健身锻炼 建设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前的滨江岸线 许多地方被渡口及河道阻隔 使得这里缺乏连续畅通的 步行系统 市民可以进水 却无法清水 在整个滨江贯通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12个断点 比如说阳津港啊 白莲津啊 山林港啊 这样12座桥 需要在过程当中进行建设 它是整个滨江贯通当中 实现最紧的一个工程 如今 黄浦江支流形成的12处断点 将由12座各具特色的云桥打通 成为浦东滨江最亮眼的景观标志 位于上海士博园区西边的后滩公园 是2010年士博期间的核心绿地景观之一 井陵黄浦江边的后滩公园 和陆家嘴一样 是滨江岸线中最具有景观优势的突岸 这里保留了黄浦江边原有的4公顷湿地 更是一个天然的水进化系统 来自黄浦江的水沿着1公里长的内核湿地 利用不同植物的种类和密度 最后被自然进化成洁净的浅滩溪流 不久的将来 这片承载着珍贵士博回忆的土地 更将华丽转身成为士博文化公园 保留4座士博场馆及新建成一座上海大哥剧院 未来这里将是一个上海市民 欢聚共享的开放式大绿地 海报是要走吗 海报是要走 来我们的一句线 有有有 浮东士博区的规划 一直都是上海城市改造的重点项目 2010年的上海士博让世界看见大陆 披着大红外衣的东方之冠士博中国馆 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华艺术工 在黄浦江畔继续诉说着他的故事 我们五年中间从原先的一个士博场馆 变成一个真正的美术馆 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准备 位于浦东滨江士博区域的中华艺术工 总建筑面积高达16万平方米 拥有27个展厅 典藏数万件近现代艺术作品 而其中最热门的镇馆之宝是他 充满视觉震撼的清明上河图多媒体版 透过现代电子技术 在山形的巨大荧幕上 全景动态演绎着北宋汴京的繁华风貌 北宋画家张泽端笔下数百位的士卿小民 车马接到 仿佛注入了生命 全都悦然纸上 而不同于纸本的原作 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 更多了夜晚市集的生活摆态 每四分钟一个日夜循环 犹如在千年时空里穿梭 惊艳世人 过去的五年是一个跨越式的 大踏步走的五年 我们不仅是总结过去艺术的一个博物馆 我们也是要面向现在 面向未来 不断地去发现艺术的魅力 让我们要把这种艺术的魅力 告诉我们观众 上海士博会结束后 士博园区相关场馆的后续利诱 一直持续进行着 连通着士博园区一轴四馆的核心建筑群 开启了后士博时代的新业 由士博轴改建而成的超大综合型购物中心 保存了当时留下来的艺术痕迹 形成独具特色的新型购物商场 原为士博会文化中心的场馆 也成了举办大型庆典 及演唱会的最佳场所 文化、艺术、休闲、娱乐 随着冰江暗线的全部贯通 浦东的迷人风采 犹如一颗颗散落的珍珠 终于串成了链 在黄浦江畔 散发出闪耀的光辉 厉害啊 这几年我发现上海越来越多 像这样子老的建筑改变而成的新的艺术 还有文化的一个空间 比方说我们在黄浦滨江看到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还有我们之前去过的1933老厂房都是这样的案例 没错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上海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是中国的近现代工业的一个发祥地 我们身后就是原来的祥笙船厂的旧址 后来成为了上海船厂 但是我相信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里会变成一个集展览时尚演绎与一生的船厂剧场 其实呢这个修舊如舅是最困难的比盖动新的还要困难 因为第一个呢你要保留它的建筑结构 第二个你要赋予它的新功能 第三个你还希望呢它有美感有创意啊 你像是这个这个老厂房的一个巨月 我们看到它有很多岁月的痕迹 同时附近的环境很棒 它有奔流而过的黄浦江 那你还可以听得到船只经过时候的汽笛声 我们常常会形容说有这个时空岁月的穿梭感 在这里呢最是感受得到 除了这个无敌的江景之外啊 其实在船厂里面啊 还有很多非常奇妙的装置 那接下来我跟秀王姐就带您一起去参观一下 并将改造计划 在加法与减法之间的平衡 一直都是一道难解的课题 黄浦江边这座充满工业感的建筑 正完美地将历史与未来交织重叠 一个半世纪以前 这片土地见证了现代工业的文明发展 1862年 这里曾经是殷商开设的祥笙船厂 1972年 这里成了上海船厂 而现在这里是船厂1862剧院 我们所在的区域原来是我们上海船厂 造机分厂的一个装饰车间 中国第一台出口万片的残余机 是在这里生产 1990年代 在陆家嘴这块繁华的谷地 纷纷建起了滨江金融城 然而在摩天高楼一动动冲出天际线的同时 这里曾经的辉煌却不曾被忘记 日本建筑大师威延武耗费了12年的时间 将当年的船台和浦江边的老厂房 用另一种姿态焕发新生 最后一年最后一番有趣的看起来 空间的大型一样的大型一样的大型一样的 船的基础是被造了的大型一样的 另一个保留的重点是建筑的质感 生锈的铁管 风化的混凝土柱子 即使是新建的电梯 也采用了氧化铁材料 尽其所能地保持其最原始的工业元素 船厂的外观是布满铁锈的烟囱 以及用钢线独立支撑的红褐色砖墙 这些附由历史回忆的物件 都是一道道岁月留下的美好印记 居然这一侧的南面 它把陶土砖用悬锁把它刮起来 因为这个砖跟我们整个砖墙的机理 是很协调的 那么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和一种对于现代的新的表达方式 在剧场的东面 设计师尽可能地做了大部分的保留 唯一最令人惊叹的改变是 舞台背面加装了大片的落地窗 在剧场表演时 这一扇玻璃隔音门可电动开启 黄浦江奔流的浪号声 来往船只的气体声 都成了最天然原始的配体音乐 改建后的剧场 共可容纳八百到一千人 观众席的座椅 可以灵活地移动收纳 而老旧的蒸汽管道 则被巧妙地改成了空调送风管 经过内部除锈之后 空调管道和电缆悄悄地隐藏在其中 与整体的室内建筑融合为一体 当时拆下了一个雾面板 保留了两百多块 全部通过新的方式固定在 本土墙上做一个装饰前面 第二个保留的是我们很多的标识牌 标识牌也是我们当年拆下来 非常多的导致进了管子 未来这里将成为国际级的文化艺术中心 举办一系列的音乐剧 时尚秀场以及艺术展演空间 经过百年时光掏喜的老船场 将他前世的波澜壮阔延续到今生 继续写下他的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